北京时间2022年1月6日 斯莫克元老英锦赛结束第二比赛日争夺 八强正式诞生 斯蒂芬·亨德利压轴登场 他以3比2绝杀巴里平齐斯 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席位 这样的话 两大世界冠军成功会师 斯蒂芬·亨德利将和肯达赫迪 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16位功勋老将参加本届元老英锦赛 首个比赛日 吉米怀特·肯达赫迪·李德莱恩斯·约翰·塔洛特率先晋级八强 第二比赛日 多位现役职业球员登场 包括元老式锦赛冠军大卫·莉莉 斯莫克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之一亨德利 以及巴里平齐斯 他们将向八强席位发起冲击 首场比赛就达满五局 乔·约翰逊以3比2显胜罗德劳勒 晋级八强 接着 乔哈尔以3比0横扫克里夫·索伯恩 元老式锦赛冠冠军大卫·莉莉状态火热 他以3比0轻松淘汰菲利普·威廉姆斯 虽然大卫·莉莉的名气不如亨德利·吉米怀特·肯达赫迪 但他绝对是本届元老英锦赛的夺冠热门 毕竟大卫·莉莉本赛季 多次交手特鲁姆普 也参加了冠中冠邀请赛 通过高水平比赛 大卫·莉莉渐入佳境 斯蒂芬·亨德利压轴登场 对阵现役职业球员巴里平齐斯 这也算是一场强强对话 两人打满五局 亨德利在决胜局把握住机会 以3比2决杀对手 晋级八强 自从重返职业赛场以来 亨德利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 九叔战阵让他的竞争力大大下降 需要更多比赛来找寻手感 元老英锦赛就是他找寻状态的好机会 至此 元老英锦赛八强正式诞生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如下 彼得莱恩斯 vs乔哈尔 乔约翰逊 vs大卫·莉莉 吉米怀特 vs约翰帕洛特 斯蒂芬·亨德利 vs肯达赫迪 很显然 焦点站是亨德利对阵肯达赫迪 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对话 令人期待 两人如今的竞技状态和竞争力 都不如从前 相比较而言 一直活跃在职业赛场的肯达赫迪 可能状态更好一些 但胜负的关键还是临场发挥 根据赛程安排 四分之一决赛分成两个时间段进行 1月6日晚20点 彼得莱恩斯 vs乔哈尔 随后是乔约翰逊 vs大魏莉莉 1月7日凌晨3点 吉米怀特 vs约翰帕洛特 随后是斯蒂芬亨德利 vs肯达赫迪 希望几位老将能发挥出最佳水准 奉献精彩的比赛